宫殿已成断壁残垣 青史却如星汗燦烂 書卷隨被烈火焚禁 教會仍然鳴刻心肩 英雄早已隨風而逝 忠魂依舊抵蕩人寰 歲月逐漸磨平了記憶 過去的風雲還要聽張公笑談 在笑談風雲的第一步《東周列國》中 張天亮博士講述了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 第一個變局《春秋戰異》 從平王東千到秦始皇統一中國 前後五百年 這段歷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代的 哲學、文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軍事、 社會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 五百年間諸侯爭霸百家爭鳴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 結束了五百年的諸侯割據 開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張博士認為 接下來的秦、漢這兩個朝代 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 可以說在政治制度上 其後的兩千多年基本上繼承了秦的體制 而漢代則基本奠定了中國後面兩千多年的文化 那麼這兩個朝代到底有著怎樣的特色 以致對後面歷史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呢 請收看張天亮博士主講的《笑談風雲之秦皇漢武》